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最新消息带你来关心 台北特殊教育学校 今爆了有虐童的事件 这次有家长出面控诉说 自己发展迟缓的三岁孩子 做到学校有一名流姓的教师 拿着书本还有便当带夹头 而社会局在调查之后 还赫然发现说 全班有八名的孩子 十有五个小朋友 都曾经遭到了不当的管教 对此校方也做出了最新回应 对这个议员跟家长出来 讲的说学校有隐匿不报 这样的状况 您这边有什么样的回应 那个其实我们是从106年9月的时候 那听到有人来跟行政反应 这个情况的时候 其实我们行政就有开始 做相关的处理 对那其他就是可能有更早的 或什么应该是在之后 调查的过程里面 然后发现好像也有一些 不太适当的一些管教行为 对所以其实是有在处理 那你们当下有立刻通知家长吗 这个部分确实是我们要改进的地方 就是不管是通报 还是其他的部分 确实我们也要深切的检讨 通报你们延迟了多久 才让家长知道有这样的状况 那个通报的部分 就是说在106年9月的时候 那当时呢其实是以为说可能刚开学 然后那个整个班级是比较不稳定的状态 那因为后来就没有再有人提了 所以我们就以为一切都稳定了 那是后来到隔年 所以你们就以为这样子就没有去跟家长告知 对这个是我们应该要深切检讨 也要应该记取教训的地方 那校长因为您是自情处分 那之后